我有一個提 延伸題 請說 但不能延伸到很久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像剛才我們就在講延伸 像我們剛才跟嘉芬老師在講說 這個東西比例啊 好我們剛才講到尾管影響不嚴重 但是我們自己教管樂團 小孩都把頭管拉這麼長 那是調音 對 就是我們調音器看起來它就是一直太高啊 然後他就一直拔頭管 對 那這件事情就非常嚴重了 因為他就變成 譬如說他以為拉已經是對到綠燈的準 但是其實 其他的比例通通跑掉嘛 所以其實拉頭管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最主要解決 是他的氣速問題 對 其實是推的會有孩子比較血氣方剛 所以他的速度快 所以他那個高壓 他怎麼 而且因為他們都不太會吹進去 他們都是這樣 就是非常高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禁止他們拉 我說這是吹的問題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要尊重 告訴所有的同學 對其實 不是一無準不能只靠 對 只靠你就一拉就會去 對 不是物理性上說你的管子長 對 因為你的管子長就被你後面其他的那個比例 對 都是不對 不是拉準就好 所以應該就是你原來的吹奏方式必須要正確 對 你這個正確的之後你其他的才才可能符合你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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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